我走了 姐姐 拜拜 特好吃 再热你来一口凉皮 都是那种解暑的感觉 手够快的呀 姐姐 这家拉面的味道也是可以的 我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儿 熟悉呢 是因为来过一次 陌生呢 是因为就来过这么一次 我在分水道呢 来打卡第一家是这个四姐臭豆腐 据说特别好吃 您好 姐姐 我想要一份臭豆腐 十块哈 这一份里边有多少块 35 哇 这么多呢 您这干多久了 15年了 干15年了 对 时间也很长了 买6辆大奔 买6辆大奔 打奔了 嘿 啥我嘛 这熟得也快啊 快 一会儿就熟 一会儿就熟 嗯 豆腐 这是什么呀 哦 臭豆腐汁 哦 蒜 然后麻酱 对 来点香菜 嘿 尝尝这个臭豆腐 这臭豆腐是好多人跟我说特好吃 您家是一直在这儿吗 对 一直在这儿哈 它这个臭豆腐里边放那种什么蒜蓉辣酱啊 然后放那个臭豆腐汤 这个我感觉这东西 臭豆腐汤这个东西应该挺提味的 而且看上去是属于特别特别香的那种 这一大份食物还真是挺划算的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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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吃啊你那个 还可以吗 嗯 还真是就是小时候那种味儿 对 就是这些小时候 但我记得小时候不放这臭豆腐汤啊 也放 这个臭豆腐还真的就是我印象里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在天津应该就算是老味儿了 只是35块 只是听着多而已 这儿吃着吃着也差不多能吃完了 你每天都在这儿姐姐 天天都在 天天都在这儿 味儿挺好吃的 嗯 您这叫孙水道什么地儿 长羊路 前边就是那个麻辣汤吧 对 哦 那我就知道了 然后现在虽然里边的气 全都已经排出去变扁了 但是你的口味还是焦的 然后里边豆腐都特别嫩 这东西呢就适合一边走一边吃 咱们接下来去下一点点看一看 我走了姐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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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好吃 啊 好吃啊 拜拜 这家店呢也是有很多很多人过去年 很多人给我推荐过 我到这个凉皮店了 你看这个凉皮店它是在一个超市里 您好 我想要一个凉皮 我看您这儿是不是有那个三餐的还是叫什么 凉皮凉扁 这是8块10 哦 我要一个三个能餐一块的那种 可以 现在你有吃是吧 我现在有吃 在门口能坐哈 我拍一个行吗 可以可以 你小杨吗 哦 对对对 我是您粉色的 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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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 请您来这边来 哦 对 我从这边来了 这儿都吃啊 哦 都吃 辣的吃 辣的吃 您能帮我剁了点香菜吗 拜拜 可以 谢谢您 我看您是您绕着出来的 哦 谢谢 哈哈 三餐的里边是牛筋面 然后凉皮和这个叫什么凉面 哦 这牛筋面是这个口感 它是 就是因为它有这种 就像蜂窝状一样的东西 然后里边裹满它的料汁 主要是它这个料汁特别棒 它这辣椒油还挺香的 特别特别香的那种 一点都不赖 它每一种的感觉 每一种的口感 都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在北京吃凉皮 都特别喜欢吃里边的 黄瓜跟那个面筋 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夏天吃 再热来一口凉皮 都是那种解暑的感觉 你看 这边看 麻酱 然后裹着这个辣油 裹着香菜 裹着黄瓜条 看这一大口 它这个麻酱 给你感觉吃起来 跟你的东西配起来 是那种稍微有点稠 不是特别稀的那种 但是呢 给你一点感觉都不腻 一点都不噎的话 那种麻酱 有水瓶啊 还有这个面筋 吃凉皮吗 我请你 在天津这一年啊 收获最多的 不是吃了多少东西 收获最多的是把我射孔治好了 啊 可以啊 没问题 谢谢哥哥 不客气 不客气 拜拜 好学习啊 拜拜 坐在这儿踏实的 把咱们这个凉皮吃完 然后咱们去下一家 不知道吃什么呢 你有想吃了吗 我请你 你关注我了吗 你看看 你都不知道我叫啥 李逍遥 你搜搜吧 夜逍的逍 美味加油的遥 谢谢哥 我不知道我现在这块 是不是还是叫分水道啊 反正是已经 这块啊 石泉里这块 有没有住在 石泉里的粉丝 之前我们家就住这儿 我跟这儿住了好多年 这边应该是 分水道的五金店 一条街吧 看这里边有没有 原来我最熟悉的是叫卡子 原来小时候家里边施工 哎 就去捡人的 捡人的不要的卡子 这一个能卖三块钱 然后就跟小伙伴奔那个 背儿听了 你好 弄一窗户多少钱啊 我看看跟这差不多 这一扇吧 这一扇 多少钱 好一点的叫一千百块钱 有七八百的 有七八百的是吧 好嘞 您这店干了也不平常时间的了吧 也干三十来年了 嘿 行 谢谢您 生一兴隆老板 就这么一个做这个五金的店 都干三十来年 这你受得了吗 到夏天了 卖水产的 海鲜饭馆都活下来了 感觉 感觉哥们是不是又该带老爹老妈 奔上糖菇吃个海鲜去了 你看这生活气息真特别浓重 这边有条特别特别长的市场 然后在这我感觉可以逛好酒 哦我认识了 这里边是老马探家 最后一家啊 就是这家叫陆寄拉面的这么一个地儿 来小碗了多少钱 小碗十块加一碗十块 我不要不要鸡蛋了 您这包鸡蛋呢 您这 辛苦您 辛苦您 来了 这包鸡蛋手 手够快的呀 姐姐 啊 好 来来来来 来一碗 下一碗 下一碗 大哥我就要一两口 我付了一小碗的钱 但是我就要一两口的面 就是猫吃多少 您就给我多少就行 就搭干净椅子 行了 这就行了 大哥 哎 这就行了 对 这也是咖喱的吗 这用的是什么咖喱啊 你这老板 老板调的 哦 行 行嘞 一说分威道就好多人跟我说他家 一说分威道就好多人跟我说他家 所以今天 今天算是特地过来尝一尝 他这个黄汤看着呢 要比那个中山门那个呀 要浅一些颜色 但是呢 要比红狐里的那个黄汤 颜色要深一些 来一口被种草了无数次的陆极拉面 尝一尝 他的口是那种偏咸的口 要比红狐拉面要咸很多 但是我口是比较重的 我觉得我可以 我是可以接受的 哦 哦 这家拉面的味道也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要是口蛋的人 肯定就 肯定就不适合了 这是那个老板送过的鸡蛋 就是他家我不知道面条 黄汤拉面一天能卖多少 但是这个鸡蛋 刚才我看着姐妹在那包 那手送的叫一块 我估计鸡蛋一天得卖七八百个 就夸张点说 来一口这个鸡蛋尝一尝 感觉这个 它这个鸡蛋 也是自己卤的 然后 是那种卤香味特别重 特别浓特别好吃的鸡蛋 鸡蛋三尝挺习惯 焯豆十块 凉皮十块 然后面条也十块 仅仅消费 一共三十元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